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就狂热的喜欢打 然后就打乒乓球可以达到什么程度呢 就对面的成年人可能换了两三个了 我就一打一下五就不带下台的 然后我妈妈就会问我你不累吗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不累啊 就一直可以打 但是一照镜子发现自己其实脸都已经累死了 我就知道原来热爱喜欢的意思就是这个 就你去做起来不累的事情 你如何评价荣耀乒乓中刘石这个角色 最吸引的特质是什么 我觉得刘石这个角色他就是 一个从残酷现实里走出来的人 因为不是有句话说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痛苦使人真实 痛苦使人伟大 这次饰演乒乓球运动员 你都做了哪些准备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从小学到大学 就是打的一直都特别好 不过我是左手直板 然后导演就是看到我之后 他想让我练右手的销球 就整个过程就提前三个月练了右手的销球 这次适合白净庭 许位周第一次合作 拍摄过程中最深刻的感触是什么 有没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 就感觉他们都挺有趣的 然后是他俩都是会让人好奇的人吧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场戏 我和小白演的特别过瘾 因为那场戏很开始之后 我就大脑一片空白 只记得就是这场戏的目的 然后我就开始了 我就开始吃火锅 然后就开始想起来什么说什么 后来我回头看台词之后 发现我说的其实也都是台词 然后也有一些即兴部分 然后小白也和我一起 即兴地去聊了聊天 就是队友之间的聊天这种感觉 然后那场戏就特别好 作为一个东北人 你在剧中说着一口四川方言 你觉得语言上有什么困难吗 我那段时间就经常会去吃四川火锅 因为店员四川火锅四川菜都是四川人 留意他们说话的重音啊 说话的语气啊 然后每天去和我们剧组里面四川人去对台词 其实戏里面特别遗憾 就是我练了一段特别纯正的四川话 但后来观影的时候 就是观众更容易听 我又配音配成了普通话 就是打电话的时候 就是死来来 想收到没得 收到了收到了 明天是比赛 最后一天阴了 我就能进龟家队了 现在说的也不太好 当时其实状态特别好 如果追剧时发弹幕的话 觉得自己一定会发的弹幕是什么 刘石你真帅 现在站在追剧者世界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剧中的刘石说 火锅店早点开分队 剧中刘石的爱好除了打球就是赚钱 如果你是刘石你会想摆摊卖什么东西呢 我就我就卖爱奇艺VIP会员卡 因为在爱奇艺这个平台上有一个热剧荣耀乒乓正在播出 如果可以和剧里其他任何一个人交换一种技能 你最想交换什么 我最想和编一鸣饰演的傅金春 和他交换一下他的技术 因为我真实生活里我的打法是 左手直拍快攻 其实就是他在剧中特别厉害的 你最想去哪个城市生活 牡丹江 牡丹江翻过几座山 因为它是我的家乡 各喜欢猫还是狗 猫 比较安静 如果得到一种超能力 你想拥有什么 穿越时空 最喜欢吃的火锅汤底 麻辣 就是我演过刘石这个角色之后 就对川菜啊 还有四川小面呢 都特别喜欢 今年从圣诞节那天 一直吃到了元旦 连吃了十五顿 而且就那一个锅 我们煮了一个老汤 连煮了十五顿 一直往里加牛油 最拿手的菜是什么 番茄炒蛋 因为我之前都做菜特别难吃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做菜 后来发现做出来的菜 只有我自己吃得下去 而且后来觉得也确实不好吃 结果疫情期间发现厨艺提升了 说出一个自己的怪癖 就是 谁要是愿意当我粉丝 我就想给谁打钱 谁要是愿意当我粉丝 我就想给谁打钱 如果捡到了一个阿拉丁神灯 你会许什么愿望 希望我的所有愿望都能实现 哈喽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祝你们每天都可以快乐 开心充实的过好每一天 加油